记者罗浅宜柏林报道 柏林马拉松昨24日刚落幕 三位穿着国旗服装的台湾逃者 即登上当地 Planar Margin Post 柏林早报 专刊首页 被捕捉入境的烘焙时装单位表示 第一次全马就献给柏林 不能替台湾漏气 我和队友身上贴满国旗 沿路只要看到摄影机 就会主动上前挥手 很高兴让世界看见台湾 柏林早报是德国首都地区 最大最久的报纸之一 周一25日的马拉松专刊 共有20页80版内容 包括相关新闻及完成全马的 所有跑者赛机 是数万名跑者会收藏的纪念刊物 过去外贸协会 曾与柏林早报合作 置入行销台湾精品 但今年并未合作 竟意外因热血跑者博到头版 专刊首页以全版照片 呈现四位跑者 其中三位身上有大大的台湾国旗 成了最好的免费国际行销 来自台南的张丹伟 原本在Panasonic台湾公司任职 为了追逐梦想 改行做烘焙师 他表示 跑马未满一年 平常在国内只有半马的经验 想送自己一个礼物 就把全马的出体验 献给世界六大赛事的柏林 没想到抵达柏林之后 到处都看得到台湾 字让很惊喜 张丹伟说 街头满市 台湾Excellence 看板 很感动台商和政府的用心 儿童团的团员也都有备而来 身上必有国旗标志 除了挑战自己 还有最大的任务宣扬台湾 对于自己的第一次全马就登上报纸头版 还替台湾做了形象广告 张丹伟说 是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 同样登上柏林早报的 还有两周后 要挑战芝加哥马拉松的彭桂珍 至于在什么地点入境 张丹伟说已不太确定 因为沿途只要看到摄影机 我们几个团员就会主动上前 摆出最灿烂的笑容 他推测拍摄地点 因是在柏林最古老 有100多年历史的百货公司 Katui前 逐科半导体行销主管 林修明也是同团团员 行前特别定制国旗跑衣 戏称是台湾战袍 林修明表示 在40 5公里终点线前穿越 台湾Excellence 台湾精品的拱门时 最为感动 全程42公里 一直有留学生 乔包认出国旗字样 大喊台湾加油 超级热血 祝德代表处指出 今年柏林马拉松 参赛国有137国 破了记录 是很好的宣传管道 台湾可以登上头版 真的很幸运 柏马路线 每年都经过 祝德代表处 路跑当天 代表处 不一定全员到齐 在路边发送 台湾 纪念品和文宣 即使语言隔阂 但过去几年 欧洲路人常拿起国旗帮我们加油 代表处的任务 就是抓住每个机会 替国家生传 争取最大曝光率 是我们的目标